成立二十四年的西班牙馬德里華僑學校 新學期開學第一天 興奉中華民國國慶佳節 校方舉行了慶祝國慶的活動 以及開學典禮 除了學生家長之外 還特別邀請 祝西班牙代表柯森耀 僑委員劉金芝等貴賓 一同祝賀國家生日 而孩子們也在中文的學習 有個愉快的開始 西班牙馬德里華僑學校開學日 興奉中華民國國慶 校長蔡仁林 喬校理事會理事長張淡浪 邀請祝西班牙代表柯森耀 以及僑界貴賓家長們 一同出席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即喬校2017年開學典禮 張淡浪理事長特別對喬委會 以及代表處的支持表達謝意 感謝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多年來對於我們喬校的關注 跟協助跟補助 也感謝祝西班牙代表處 那麼長期的給我們喬校協助愛護 我們也希望喬校能夠每天都有 每學期都有進步 而且能夠持續的良好運作 在海外為我們發揚中華文化盡一點心理 柯森耀代表與僑務委員劉金芝 肯定校方與老師們的用心 也提醒學生們中文的重要性 鼓勵學子們把握機會認真學習 接著全校各年級的學生們 依序上台以中文自我介紹 展現學習中文的成果 老師與家長們看到小朋友大方勇敢的表現 都給予熱烈的掌聲 神經快樂 1993年成立的馬德里華僑學校 今年邁入第24年 在海外智力推廣中文及傳承中華文化 我們每一年開學的時候剛好都碰到十月份國慶節日 所以我們每一次的開學活動就一起慶祝國慶的典禮 每個學生他們在開學之後就準備要學習這一年的中文 我希望他們能夠有這麼一個好的開始把中文學習好 最後大家齊唱生日快樂歌享用餐點 在歡樂氣氛中共度國慶 也展開新學期的學習課程 台灣宏觀電視張引力西班牙馬德里採訪報導